嗨,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就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来看看位移多伦多东区 常人街里的超市 这要华超市是东区 华人街上的一家超市 很多华人都会来这里采满 我跟我先生也是大部分都来这一家采满 下雨,车子还蛮多的 是比较早期发展的一个东区的唐人街 现在已经慢慢没落了 它对面就是超市的一个停车场 这个是要付费 多人多这边由于早期市政的向外发展 例如万景或者四家堡 所以有很多的华人都搬到万景或者旺市 还是北夜客等向外扩展的一些新城市 导致东区的华人街 渐渐渐的华人就少了 这边的月饼 这已经有打折了 我们虽然生在国外 当然也不免熟的一定要买个夜饼来过过节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 那一回来这里我都会先去看它初清的水果 因为有时候还蛮新鲜的 又便宜 你看像这个橙子三颗是一块二九 之前我买新鲜的一磅八毛九 结果称起来也要比这个贵 而且新鲜度差不多 这里的山药虽然细细长长的 但是非常好吃 没有吃过的朋友可以买来试试看哦 这个茄子也会比长的茄子好吃 我最喜欢吃这个上海青 就是青江菜 这一家生意一直都是很好 你看现在都已经下午了 工作人员还是很努力的在摆设菜品 前阵子姜都要一磅两块多 现在便宜了一磅才一块五九 你看今天虽然下雨 可是很多人过来采买 现在虽然住在这边的华人少了 但我看他的顾客里面也多了一些移民过来的人潮 这里也有很多的豆类杂 杂粮等等 他都已经打包一袋一袋的 所以蛮方便取用 我平时都在这边买杂粮 因为这个一包一包移起来会比较划算 这个枸杞 看起来不是很漂亮 他这边也有很多的鱼虾肉蟹等等肉品可以提供选择 他这个冷藏柜里有豆浆 还有豆腐 我以前都是买这种豆腐 但是自从有桶装之后 我就改买桶装的豆腐 因为这个桶装豆腐更容易保存 不要拿取的时候不要碰到生水就不会坏 再买个馄饨皮 水饺皮 回去包饺子 好久没吃虾了 现在大陆出产了很多南美白虾 都还蛮新鲜好吃 它都是急速冷冻 所以还蛮新鲜的 今天就买几包回去打打牙剂啦 好新鲜 多一个 7块 这一包才3块 很便宜又好吃 去年我老公买了做夜饼的模具 所以我现在要来找做夜饼的材料 今年想自己做做夜饼 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我做的成果 在多伦多这边平常闲着 我也是很喜欢做一些吃的 靠赏自己的胃 总觉得自己做食品 安全健康又可靠 你们的那个连笼线在哪里 在牛奶会上面 好 谢谢 他说牛奶的柜子上 结果我找错了 这是冷冻食品 我把豆浆当成牛奶了 结果牛奶是在另外一边 我们去看看 其实馅料也可以自己做 就是麻烦一点 这次就用买的吧 他这边还有蛮多的馅料 有芝麻糊 也有莲蓉 还有板栗 蜆蜂 碎蜡 蜆蜡 还有蜜豆沙 19块多有一个14块多啊 这个是双吗 是啊 这个也可以买一个 有一个14的啊 对啊 嗯 好了 我买好了 你不是买那个 山药 有啊 在这 哎呀 不甜啊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谢谢您的收看 喜欢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谢谢您 我们下回见